一场又一场的绯闻,王一博被拉下马 在制作过程中,他翻阅了角色美女的相册,还忽悠了一些观众 网上关于王一博的传闻层出不穷,尽管他的电影《无明》刚刚上映不久,正在院线上映 首先,王一博对观众说,首先,我能参演《无明》这部电影 真的很感谢导演我正想说什么,突然忘记了,我的意思是完全忘记了 近日,又有狗仔爆料他曾与某一线女性油染,自曝,私下非常风流 乐华上市时的股东身份名存实亡 欲消息因另一位狗仔队公开的爆料而曝光 针对王一博的辟谣,狗仔又发了几张显微照片 博回过头来对乐华的仇恨,漫不经心地揭露了王一博,提拔博君和一笑的真相 狗仔们写道,来看看不为人知的,看看这里的名人 狗仔先是发了乐华娱乐被行政处罚的报道 接着又指出,王一博在拍摄陈情令时,看美女画篮望激装的照片,手速快到惊人 事后,狗仔指出,王一博在拍摄陈情令时,看着美女画篮望激装的照片,和君一笑CP到处骗CP粉 几乎紧接着,狗仔队就宣布乐华娱乐旗下艺人承销 孟美琪在SAD期间对韩军表示慰问 日前,乐华在港交所上市,王一博出席了颁奖典礼 作为股东之一的殴打事件 他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王一博出演的电影《无名》在春节前后上映 期间票房暴增7亿元 然而,俗话说,遇待王冠 必先付重担 仅仅三年半的时间 年仅25岁的王一博就成功入股上市公司 然而,他只能制作有限数量的作品 在狗仔方面,即使大部分的发现都是准确的 但也显得有些过时 此时不会对王一博造成太大的伤害 说到所谓的人气是非 头条主播中谁人气高是没有负面消息的 自然而然,任何在当代国内娱乐圈工作的人 都可能成为下一秒翻身的人 所以,王一博要想继续在娱乐圈打拼 就必须做到 对于这种靠实力慢慢出名 然后又要求重在事业上的策略 你怎么看 你对艺人王一博有好感吗